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36章 你 苍虫死死盯着夜玄 连都气得发死了 如果夜玄不是在 九宫台上 他就已经动手了 因为仓墓学院有规定 只要有人上了九宫台 任何人不得干涉 特别是仓墓学院 说白了 这个考核就是仓墓学院祖师 为了怕学院长老导师 寻思舞弊 而错过真正妖孽天才而弄的 因此 即使仓虫被气得肺都快炸了 但他也没有敢动手 九宫台上 夜玄并没有管仓虫 而是扫了一眼四周 这那些木头人都不动了 他想了想 然后说 如今 我算是合格了吧 合格 九宫台下 苍虫冷笑道 你作弊手段 回去这些木头人的剑 这叫合格吗 你 夜玄冷冷看了一眼苍虫 打断他的话 作弊 你有正确吗 苍虫怒道 正确 你个小小气便器 如何能够在一瞬间 将那些木剑都弄消失 你还说 你不是作弊 夜玄看了一眼四周 低声一叹 我算是明白 此阵为何如此多年 没有人被破了 原来 破了阵 就是作弊啊 我算是长见识了 四周 也是议论纷纷的 这是一名仓墓学院的学生 突然来到夜玄面前 他打两了一眼夜玄 你不过是起便器 有何能耐 破此就弓阵 夜玄只是那名学生 可我已经破了 那名学生摇头说 此事必有轻巧 如苍虫长老所说的 你必定是使用了什么特殊手段 文言四周那些苍虫学员学生 皆是点头 他们自然不会相信 有人能够破旧弓阵的 而且还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破了 因为当初 他们加入仓墓学院之时 可是对了九宫镇 不敢有丝毫的念想的 即使是仓墓学院内 为首的几个超级妖念 当初也没有能够过着九宫镇的 而眼前这个男子 凭什么呢 作弊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 夜玄是作弊了 夜玄看了一眼四周的木头人 此刻这些木头人已经不动 微微沉吟 她心中吻 前辈 我这算是作弊吗 你是不是傻 神秘女子突然说 你虽然未领悟到剑意 但却剑心成澈 且修炼的是无敌剑体决 以剑助身 虽为大成 但却已有一点火候 这些木头人只能算是低级的剑修 虽然加上阵法 拥有不俗的威力 但你可是货真价实的大剑修啊 说是棒不剑道宗师也不为过 加上你的无敌剑体决 能够吸收剑 他们如果不是剑修 你可能还要费点力气 但若是剑修 你天克他们 闻言也选苦笑 他之所以那么问 其实也是赢得太简单了一点 不过现在听到神秘女子的话 他算是真正明白了 念至此 他看向苍虫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 突然出现在场中 见到这名中年男子 四周一些参务学院的学生 连忙 深深一礼 习声说 见过黎秋夫院长 即使是苍虫 也是连忙一礼 副院长 在苍山学院之中 有三位副院长 而这三位副院长 那可都是真正的实权人物啊 黎秋 叶炫看了一眼眼前的黎秋 心中一领 深不可测 眼前这男子的实力 可能只比当初云船上 那个酒楼主略低 真正的大佬出来了 不过 这也正是他的目的 他闯九宫阵的目的 就是能够让 苍虫学院的大佬出来 林修看了一眼 身旁的苍虫 说 公事是公事 死事是死事 一公谋私 罪不可取 此刻起 招生之事 不用你负责 去树院后山后勤报到吧 文言 苍虫脸色瞬间苍白起来 他连忙光经一礼 副院长 此人并未达到于其境 属下阻拦他 并无过错 我 李修打断苍虫的话 我不知你与他有何恩怨 但这招生学院 试管我苍木学院 日后荣耀和繁荣 其和夹杂私人恩怨在其中 休要多言 苍虫神色难看到了极点 却不敢多说什么 但也没有离开 只是退到了一旁 就那么死死盯着叶玄 李修转过头看向叶玄 叶玄微微一礼 见过副院长 副院长打量了一眼叶玄 虽然我不知道 你用什么办法 毁了那些木箭 但是 你这一身基础与战力 却已够资格 加入我苍木学院 我 说到这里 他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他似是发现了什么 快步走到叶玄面前 他一只手搭在叶玄的肩膀上 叶玄体内 林霄剑悄然消失 很快 李修收回了手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叶玄 你没有丹田 此言已出 四周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苍虫也是微微一愣 但是转瞬 其狂喜 就差疯狂大笑了 叶玄沉默 心中问 前辈 为何收起 灵霄剑 不能对外透露 我特殊 丹田们 自然不能 神秘女子说 此法过于 惊世骇俗 你若是被他们知晓 以剑为丹田 以你现在的实力 极有可能有很大的危险 因为这是一种 全新的修炼方式 及体系 闻言 叶玄想了想 觉得在里 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病无丹田 我 一旁那苍虫突然大笑起来 病无丹田 也就是说 你叶玄一生 最多只能是个武夫 低等武夫 有何资格 加入我苍慕学院 叶玄没有管苍虫 而是看向面前的黎修 黎修沉默片刻之后 说 你病无丹田 一生难尽 闲天井 学员不可能将一些资源 给一名没有丹田的学员 所以 你不能成为 仓墓学院的学员 不过 你基础不错 可留在学院 做一名武徒 武徒 就是学院的一些低等杂工 专门给学员 以及导师们打杂 武徒 叶玄脸色一沉 他自然不会去做什么武徒的 他就是想加入参谋学院的 他正要释放自己的战役 就在这时候 一旁突然响起 陆萧然焦急的声音 叶小悠 叶玄闻声看去 当看到陆萧然身旁叶玲的模样时 他脸色顿时变了 此刻的叶玲 满头白霜 身上不断散发着阵阵的寒气 整个人宛如一块寒冰 叶玄心中大海 他连忙奔跑到陆萧然面前 抱起叶玲 刚切出叶玲 叶玲身上冒出的寒气 让他顿时为之一阵哆嗦 这 叶玄这一刻 慌得已经六神无主 此时想到什么 他猛地看向不远处的李修 恳求说道 前辈 还请让苍木学院的医师 替我妹妹看看 李修看了一眼叶玲 摇头 苍木学院一道宗师只有三位 他们岂能轻易出来 给人看病 一道宗师 整个江国一共只有不到十位 而苍木学院有三位 而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国宝级别的存在 想要请动他们 太难太难了 即使是他都不一定能够请动一位一道宗师 就算能请动也会付出一定代价 而眼前的少年没有一点价值 他怎么可能花一定代价 去请那些一道宗师呢 叶玄还想说什么 李修却是摇头 一旦填破碎 终生只能止步起遍境 若是愿意可留下在我苍木学院 做一名武徒 若是不愿 立刻离去 说完 其扶秀离去 丹田破碎的叶玄 对仓墓学院而言 没有任何价值了 而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抱着那气心 已经越来越弱的叶玲 挡在李修的面前 叶玄单膝下跪 双眼通口 仓墓学院 若是愿意相救我妹妹 我叶玄此生必为仓墓学院 赴唐蹈火 欢死不辞 林修看着叶玄 片刻之后 她眼神逐渐的冰露 你没有资格 说完 其转身朝山上而去 叶玄还想说什么 就在这时候 哥 叶玄怀中的叶玲 突然痛苦地说 哥 不 不治了 哥 你快快起来 叶玲眼中 泪水不断地流 这泪 竟然也是冰蓝色的 叶玲紧紧抱着叶玄 她好委屈 不是自己委屈 而是为哥哥委屈 哥哥什么时候 给人下跪过 不治了 她真的不想吃了 叶玄瘫坐在地上 紧紧抱着怀中 越来越冷的叶玲 她就那么紧紧抱着 全身都在颤抖 眼中泪水 更是宛如绝地一般一出 哭得像个孩子 对不起 对不起 哥 是哥没用 对不起 叶玄的怀中 叶玲将四肩脑袋 紧紧贴在叶玄的胸口 她全身上下 寒气越来越多 而她的气息 却是越来越弱 叶玲紧紧抱着叶玄 她抬头看着叶玄 脸上挤出了一个笑容 哥 别哭 在哥哥怀里死去 我已经 已经很幸福了 叶玄紧紧抱着叶玲 心入刀割 她体内 灵霄剑不断颤动着 而她整个人 已经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 叶玲双手捧着叶玄的脸颊 她就那么看着叶玄 看着看着 她突然笑了 哥 我死后 把我的骨灰带在身边 我想一辈子陪着你 还要好好活着 一定要好好活着 说着 她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气息也是越来越弱 哥 来说 我还做你 妹妹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 有词 前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 晚安 快速 前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